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味蕾上的最正宗的家乡智慧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 向民村的这条小河 是黎族阿姐福秀英 童年时捕鱼汽水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捕到的小鱼 就着河水清洗处理 漆去背起和腹起 在腹部开口即可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 酸鱼是最早之前 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 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 她说 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黎族 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 早在远古时代 黎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 刀根火中 他们最初居住在靠近河流 港湾的山港上 后来逐渐朝全岛各地扩散定居 这个古老的民族 依旧保留着传统的饮食文化 鱼茶与茶无关 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 福秀英这次要制作的是肉茶和鱼仔茶 生姜切丝 大蒜切片 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 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 加入老盐后 充分地揉捏 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 用去好的时候又补到很多鱼肉 你要一下子吃完也浪费 生饭啊 生菜啊 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 所以它就发酵了嘛 变成那个酸味了 使得那个味道更鲜美 美味 自然要配美酒 梨族风味中另一个得意之作 非山兰酒莫属 精选的山兰糯米 淘洗干净 经过长时间的蒸煮后 变得松软 自然冷却之后 加入酒驱搅拌 古法酿制山酒 多采用滴酒的方式 竹篮中铺上鲜叶 放入加工好的糯米后 盖紧压实 放置在阴凉处 接下来就只有等待了 经过两天的发酵 护化的糯米 在酒驱的作用下溶解 乳白色的山兰唇叶 缓缓地从鲜叶底部的缝隙中 一点点渗出 直到一满酒坛 与此同时 在炎热的天气下 封装在鱼茶肉茶中的熟米 开始缓慢发酵 鱼茶内的酵母菌迅速繁殖 产生大量氨基酸和蛋白质等四十多种元素 味道变酸 便可食用 对远行的梨祖儿女来说 随身携带一罐鱼茶 一坛山兰酒 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味道 中午饭点刚够 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 位于穷中离足苗族自治县 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 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这一场盛宴 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 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 在这场盛宴中 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 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 五色饭 苗族 这个古老的民族散布在世界各地 据考证 海南苗族大部分是明代 从广西作为兵士争调而来 后落及海南 数百年来 苗族与这里的离足相互碰撞 交融 影响 虽然语言不通 但无论从胡适 饮食 还是生活起居上 都非常相似 在海南岛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地鼠热带季风气候的海南岛 植被覆盖率高达70% 丛林密布的独特地理环境 孕育了古老的民族 离苗仙民们在丛林中的生活 让他们很早就学会了 如何与大自然共处 五色饭的制作 便是苗族仙民取之于丛林的自然馈赠 赵海金和姐妹们 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 准备采集枫树叶 苗族人家都善歌舞 上山有山歌 彩叶有彩叶歌 一路欢声笑语 上树砍枝 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 四五米高的大树 连攀带灯就上了枝头 将枫树枝砍下 树下的女子们 便把树叶挨个落下 收入袋中 采集枫树叶 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 五色饭 除了枫树叶 制作五色饭 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 红兰草 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 一种叶片稍长 另一种则稍圆 这两个品种 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 分别采集 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 在外人看来 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 但是 在长期和这些植物 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 它们即将各显神通 采集回来的枫叶 用刀背不断击打 破坏表面的保护层 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 加速渗出 加工好的枫叶 闷在桶中 用清水浸泡一周 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 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 直取汁水 加热煮沸 加入糯米后 略微搅拌 便像变魔术一样 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 经过蒸煮 糯米的颜色 将会变得更加鲜亮 采集回来的红兰草 清洗后 要用沸水反复熬煮 一定时间后 熬煮出来的汁水 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 叶片烧长 颜色烧深 煮出来的颜色较浓 汤汁呈紫色 叶片较圆 颜色较浅 煮出来的颜色较淡 汤汁集成鲜红色 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 温度的控制 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 那个水温 我们也是说 感觉用水摸了一下 水温控制好的话 就比较好上色 如果水温太烫的话 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 就不好吃了 然后颜色也不好看 就看你的经验来 多年的经验积累 在高温的作用下 汤汁将糯米染上红色或紫色 直到完全冷却 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忍 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 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 黄浆 黄浆 色泽浓艳 去皮 研磨沉没 在水中过滤几遍 就能让一锅清水 变了色泽 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 煮沸 煮沸 翻角 上晒 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 五色泽的由来 有多种传说 一种说法是 古代战事频繁 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 在传统节日 三月三这一天 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 现在 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 色彩斑斓的五色泽 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 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 在长桌宴上 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 左右排开 共同举杯 齐声歌唱 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 美味的五色泽 人手一份 剥开荷叶 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 就着桌上的下饭菜 尽情享受 几杯山蓝酒下肚 众人已是三分沉醉 一时间敬酒各四起 功仇交错 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 歌舞的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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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南 无鸡不成宴 餐桌上 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 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 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 民俗传统 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 文昶 都有几个七大名採ss 都由于海南四大名屏 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 海南人家常饮椰水 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 随手一扔 里面白嫩可口 营养丰富的椰肉 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 福之旺早早来到 守了十多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damia 姬姬 煮到三万只鸡的里面了 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 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 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 鸡肉内外大致在九成熟的时候 即可出锅 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 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 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 烧带冷却后取出 抹上一层香麻油 使皮色淡黄光亮 开始斩建装盘 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九分熟为家 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 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 淡淡的金黄色表皮上 光洁的颗粒连坠成网格 微微渗出的油脂 让它犹如丝绸般滑嫩 文昌鸡以这样华丽的外表 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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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們淋水本身就是這個沿海的這個城市 有非常豐富的這個海鮮 那所以後來加入這個魷魚啊 小玉魚啊 直到今天我們又加入這個牛肉 這些食材 有iberal颯 zeg 比方再入進 我們給 shifting 全給玩 Later 個贊 että 人心一定不在 最 fake 那再見 這から 大家 可以 有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一添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易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 无论是梨苗文化中蕴含着雨林风味的美食。 还是海外游子对故土味道的怀念。 亦或是本土镌刻最深的舌尖记忆。 他们各具自我的风情,却共同表达着海南人对故土的热爱, 对家乡志位最深厚的情怀。 新年期间,海南省琼海市气候温暖舒适。 阳光合去,海风吹拂,此时正是鱼家人晒鱼肝,坐鱼响的好季节。 在众多海货中,风干鰻鱼无疑是其中的奸货, 而鰻鱼菜肴一直都是穷海人记忆中的年味。 那么风干鰻鱼为什么会成为穷海人年味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菜肴呢? 今年32岁的杨伟健从小在海边长大, 如今的阿剑常年在广州工作。 今年是他带女朋友回家的第一年, 阿剑打算为他做一道家乡地道的风干鰻鱼菜。 阿剑手中这个纯手工自制的捕鱼神器, 竟然如此锋利,一招极重。 不过我听说, 鰻鱼可是海里的短跑健将, 我们能顺利抓到它吗? 准备,下水,哎哟,漂亮。 阿剑下海没多久, 一条红色的小鱼就缓缓地游到了它的面前。 哇,大家看,这个可是真的新鲜打捞上来的海货, 虫有鱼啊, 虫有鱼, 对对,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接穿透了鱼的身体, 大家看这个侧面就可以看到了啊。 在捕捞到象征好运连连的虫有鱼之后, 阿剑还成功射到了石斑鱼, 甚至还偶遇了海胆和海参。 啊,真的太棒了啊, 还站着粘液呢啊。 就连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鰻鱼也突然出现。 但是一向自信的阿剑在这身形细长的鰻鱼面前却犯了难。 剑仔,怎么样? 很难抓。 很难抓是吧? 是太灵活了是不是? 对。 阿剑在海里对鰻鱼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没错吧。 它下去了至少一个小时。 太难了啊。 哎呦。 上面有一层粘液 摸起来这个手感 非常的顺滑 而且这条这个肉质 一定非常好 非常的鲜美 是不是 好 那咱们就赶紧 给它放起来吧 鰻鱼又名白膳 鰻鱼肉质紧实肥美 在当地对鰻鱼的做法 不下百种 小洋葱 生姜 董蒜末 大葱 还有香菜 切成碎块 再加入调制的酱汁 腌制三十分钟 赋予了鰻鱼块 咸鲜与甘甜并重的口感 热油炸制 鱼肉的表面 慢慢转化为焦糖色 趁着鱼块的热乎劲 将椰蓉撒在鱼块上 这就是当地 家喻户晓的雪花鰻鱼 而这道七彩鰻鱼包 正在展现成品的艳丽多彩 它则是从腌制鰻鱼条开始 然后选用硬季的蔬菜 过热油 再和鱼肉一起 旺火翻炒 放入包仔中 温火慢炖 而阿健则决定 打破家乡传统的鰻鱼做法 在新年的餐桌上 给第一次来海南的女朋友 一个惊喜 阿健为什么要把猪鼻子 和风干鰻鱼结合呢 猪鼻子又对这道菜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在揭开这些谜底前 阿健需要先处理掉 鰻鱼身上那层厚厚的粘液 健仔 咱们是不是要处理 对对对 处理一下 好 这咱怎么弄呢 这个 先用面粉 面粉 先裹粉 先裹粉 对 就撒 对 身体裹的粉 身体完全都是裹上这个面粉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粘液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 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 是不是 但是大家看 这个表面经过处理之后呢 你看 表面上这个粘液是非常明显的被去掉 去掉了 非常光滑 想不到 仅仅铺一层薄薄的面粉 鰻鱼身上带有腥味的粘液 就被吸附去掉 我不得不惊叹当地人的智慧 接下来才是真功夫 开口 取骨 抛开之后感觉都变宽了许多 而且这个肉看上去非常的细腻 对对对 很鲜 是吧 后面要怎么弄呢 要把它骨头剔出来 在什么位置 这个骨头 它这中间也要几骨 一条几骨 只有一条骨头 我先说一下吧 难度有点高 需要摁得平一些 对对 拉住它 嘿 有点多了 嘿 肉多了 哎呀不行 我来 弄掉了 刀一定要平 而且呢 把它这个骨头 一口气剔下来 对 来咱们大家再看啊 表面上呢 看我们刚才剔掉了这边的一整根脊骨 所以现在非常软弹 好 我们现在用竹签定型 用竹签定型 从这里穿 不能破皮 哎呦 这叫穿皮不入内 这叫 对 然后穿过去定型 不破皮就行 对 我试一下啊 试一根 好 往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 就插里就行了 对 按住 往里插 手转一下 哦 对 一边转一边插啊 这样能让它就是快速地穿进去啊 对 有点难度啊 我是不是插的不对啊 我就感觉穿不动了 这地方卡住了为啥 我看一下 你已经插到皮了 哎呦 是吗 哎呀 这地方 穿蛮 要讲究定位精准 烹饪时才能受热均匀 穿好的蛮鱼还要进行腌制 彩椒切粒 洋葱头切小块 小葱 生姜 蒜 末 加入少量蜂蜜 加入少量蜂蜜 给它四周的按摩一下 四周按摩 对 能让菊的过程当中 它更加入味 一块感受一下啊 好 咱们第一步呢 是先用两个手指 先给它插进去啊 对 就这样捏成吧 挤压 对 四周挤啊 对 目的就让它更入味 但是这个动作呢 确实 有点 有点搞笑啊 好 那咱们就把每一个都这么做就可以了 对 是的 接下来 需要将按摩过的猪鼻子 进行堵制 将洋葱八角 桂皮等干鲜调味料 进行炒制 加入糊乳 蚝油和冰糖提鲜 然后将猪鼻子等食材放入 加入清水 焖煮三个小时 猪鼻子才会变得松软 阿建说 他之所以要加入猪鼻 是因为猪鼻肉质 肥润油大 可以给风干后的鰻鱼 平添几分油润 更重要的是 在阿建看来 后世的猪鼻子 更是有着 红韵当头的美好寓意 最适合新年的餐桌 咱们现在这个都已经风干过了 对对对 接下来要炸了 往上一浇油 它这个卷起来 受热了之后 它会 对变形 变形 对 所以要用竹签固定 大家看啊 这样的一块鱼排呢 我们就已经给它炸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色泽 非常的诱人 而且呢 非常非常香 其实 阿建的这道风干鰻鱼猪鼻包 是借鉴了广东年味餐桌上的传统菜 盆菜的做法 这锅拥有丰富食材的鰻鱼猪鼻包 象征着幸福 团圆 寓意着新的一年 盆满钵满 阿建说 年味就是想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最美好的食物 用胃去填饱家人的胃 一家人团团圆圆 一起分享美食和欢乐 我谢谢此下 都可以 我不爱 鳗鱼猪鼻包 苦年喜洋洋 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而我呢 也在继续我的味道调查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大铁笼子了吗 这个大铁笼子可不是一般的铁笼子 它可是当地非常有用的补海鲜的工具 也是我这次的调查线索 走 我们一起去调查看看 您兄弟 您是去找强哥的吧 您怎么知道 我一看你出的笼子就是去找强哥 是吧 行 我去找了吧 好的 又去找强哥呀吧 对呀 我跟你说啊 强哥那个人 一着急就说陕西话 说陕西话 你背地能看得好 哎呦 强哥 来 真不容易找 这泥湿的 今年47岁的王伟强 是一个油泼辣子味 十足的陕北汉子 强哥现在生活的地方 是位于海南省穷海市 博鳌镇的沙美村 沙美村是一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强哥和他的同伴们 从陕西来到这里 建设园区 接待游客 今年他们又不能回家过年 强哥准备按照家乡的传统 用海南当地的海鲜 给工友们做一桌海鲜福气包 那强哥的福气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忙着干啥呢这是 烤红薯 烤红薯 对 你不是要给我做那个海鲜吗 你怎么烤红薯呢 你先尝尝 先尝尝啊 我尝尝 这么烫啊 哇 强哥 这味道还真不错啊 不是 我来找你其实来吃海鲜的 你怎么给我做上红薯啊 是要省制海鲜 咱也要补海鲜 补海鲜回来的做法跟他一样 啊 这补海鲜跟这个有关系 没错 哦 我说你为什么 先给我做烤红薯呢 是吧 我眼前这个用泥巴团 堆起来的炉子 充满了强哥儿时的回忆 用这种方式来烤红薯 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不过 我还是很难想象 这种做法 如何能做得出海鲜呢 强哥要做的福气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解开这一系列的谜题之前 我还是先去跟着强哥补海鲜吧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笼子呢 就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搬到这个船上了 哎 强哥 咱们这飘了半天了 我就特别好奇了 这个笼子有什么用啊 咱是用它补什么东西啊 补螃蟹去 补螃蟹 没错 补螃蟹 哦 它是补螃蟹 对 哎 那靠着一个笼子 它螃蟹能往里钻吗 我没有道具 还有道具 什么东西 这什么 你说这道具就是这个 没错 鸡腿 鸡腿 鸡腿能吃鸡腿吗 我这这个螃蟹九尺鸡腿 九尺鸡腿 你还教你闪鸡话的说话 我就是闪鸡的 我教你咱俩一块把这个杀 把这个鸡腿绑在那个 网子里边 绑往的里面 对 大家看啊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笼子已经弄好了哈 小哥 怎么样 小哥 放 放 放我了 放我了 放 放我了 随着这巨大的笼子潜入海底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笼子四周 也只有几个狭小的门 在海底攀爬的螃蟹 怎么可能主动进来呢 出乎意料的是 二十分钟后 一号选手皮皮虾 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 它长着坚硬的外壳 和古怪的脑门 肉味却鲜甜嫩滑 并且有一种特殊诱人的鲜味 在海南当地 这道椒盐皮皮虾 成为食客口中的 顺脂第一鲜 半个小时后 脚虾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 脚虾又被称为对虾 在海南 清水白浊 最能凸显脚虾的鲜味 蘸一点小青菊汁 和酱油混合而成的调味汁 迅速放入嘴中 虾肉的鲜香 瞬间填满整个口腔 终于 在我们苦等了两个小时后 一只长相奇怪的小蟹 顺利地爬到了鸡腿旁 这小蟹在当地叫三点蟹 因为蟹壳上的三个点而得名 有了三点蟹 这个打前站的选手 其他螃蟹也都陆陆续续 跌跌撞撞地 爬进这个巨大的铁笼里 开始享受美食 哇 香哥 还真没骗我 没骗你吗 这么多朋友 而且我发现这个朋友 还都不是一个品种 是吧 好几种品种 很多品种 我介绍介绍 这个是那个兰花蟹 你看这个呢 是那个三点蟹 这个是那个面包蟹 这个是那个红花蟹 在这片海域里 能捕捞到这么多美味的海鲜 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强哥告诉我 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做玉带滩 一边是万泉河 九曲江 龙滚河 三江入海 一边是大海的汹涌波涛 而细细长长的玉带滩 就静静地横沫其间 这就是咱的一个 主要食材 这一次的主要食材 那咱们既然生活破风了 可以回家做菜了 师傅 开转 开转 好 作为红红火火的代言人 红花蟹是海南人 在过年时 最喜爱的海蟹之一 将裹满淀粉的螃蟹 放入油锅中高温炸制 保留风味的同时 还能兼顾造型和口感 在大火爆炒 最后加入油炸过的茶叶提香 肥鱼的蟹肉 顿时被茶香缠绵包裹 大蒜 小米椒 鲜味打底 加入两勺咖喱酱 红花蟹完成了一场变身 黏味的餐桌上 多了一抹 抑郁风情 年味餐桌 讲究精美丰富 强哥这次 却偏偏要用 儿时老家陕西的烹饪手法 做一道土味十足的螃蟹菜 慰劳远离家乡的同事们 不会是过年啊 这么丰盛是吧 我有个问题啊 刚才我就发现了 咱们这个桌上 没有什么调味品呢 那怎么做它呢 这个菜 没味儿啊 这个发现 您看这桌上 这些 这些水果啊 对 这什么 菠萝 我把这个 盗那个糖分 我糖去代替 对对对对 咱们平常用的糖 对吧 那这个酸的东西 有什么用啊 调味吗 鸡里边是吧 去海鲜 青味 在海南 不管是家庭用餐 还是在餐馆饭店 就餐 你都会看到 一种用作调料的绿色小橘子 这就是海南的小青橘 一叠蒜蓉 两勺酱油 再挤出两个小青橘汁 这样一份蘸料 无论是搭配白斩鸡 还是搭配白灼海鲜 都会让人食欲大开 菠萝的甜 青橘的酸 就连食用油 也是用柚子提炼而成 再用白酒进行腌制 两个小时后 螃蟹被慢慢腌制入味 强哥就要开始 制作它的福气包了 强哥 咱们怎么又开始和泥棒了 你还是中午我给你 弄的红薯是吧 那就是说咱们这海鲜 也得用这方法做 没错 咱们也感受一下 第一层是附一层锡箔纸 然后这个是一层芭蕉叶 就这么包 然后纸也就这样 现在用锡箔纸和芭蕉叶 一起把这个海鲜包起来了 下面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 胡泥 这跟浇花鸡的做法 真是如出一辙 一个海鲜 一片芭蕉叶 一把泥土 强哥带着我 把一个个的福气包了起来 那么这些包裹着泥土的海鲜 要如何烤熟呢 咱这这是个啥 这是个炉子是吗 这是个窑 窑 对 那咱们准备放海鲜吧 放开心来 来吧 哎呦我 这个 这一看就是红花蟹 这么重的 来吧 在强哥的手中 各式各样的海鲜 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土球 等到泥土被烤干 土球们也如同一个个福气包一样 等待被砸开的惊喜 一块 来 哎 好 来了一个啊 来 好了 春节了啊 砸进蛋的活动 现在开始 这相当于是一个泥球盲壳 来 来 三 二 一 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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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哟呦 红花蟹这个大呀 小泽 来 往这儿 来 再再插一个 再插一个 这这开奖的感觉是不错 我插个箱 哇 这是个海鲜拼盘 哇 对啊 你厉害啊 砸 八 十 八 十 大哥 搞定 谢谢 哇 文青这味道太赞了 真的赞不绝口力 谢谢啊 好 放中了 放中了 好 哎 过年了 新年快乐了 有点快乐 过年了啊 过年了 哎呀 太好了 就说你们都不是本地人 其实 对 嗯 哦 都不是本地 那他为什么不来这呢 我们这个 这儿的相处是正行 所以到这儿来 工作 过节呢 我们这班 大家都在这儿聚一下 哎呦 那今天这对方太有意义了 是吧 虽然强哥和他的同伴们 不能回家过年 但他们的付出 让更多人的家乡 变得更美丽 过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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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种鱼 刚才我们看到了像彩虹一样的鱼 还有会发光的鱼 甚至还有会接吻的鱼 那我此次的味道调查呢 是为了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 到底我们能不能找到呢 今年43岁的人民 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年轻时的他曾经跟随师傅远洋捕鱼 如今师傅退休 他也改行在一家海边餐厅 做起了厨师 师徒情深 每年过年 人民都会亲自下厨 宴请师傅 为此他要亲自下海 抓捕这种会生气的鱼 老船长 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 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 走 好凉快的水 人民的师傅卢家炳 是海南省琼海市谭门镇的渔民 谭门镇是海南省最重要的渔港之一 所以很多当地人都从事远洋捕鱼的工作 他们不光水性极好 还擅长制作各种捕捉海鲜的工具 人大哥 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也都鱼的 那你那个呢 你那大叉子有什么用 我这叉锣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在三亚考过潜水证 所以我今天可以下水 好吧 走吧 走 咱们出发吧 走 好 任大哥告诉我说 这片海域生活着很多 长相奇怪的鱼虾贝类 面对不同的海鲜 就要用到不同的工具 海南大青蟹肉厚黄足 当地人常常用它来做盐菊蟹 将一大锅海盐炒热 再把整只螃蟹埋进去 仅需二十分钟 大青蟹就变成通体红色 这道象征红红火火的盐菊高蟹 可是当地人年味餐桌上的头菜 网兜用来抄蟹 四角钢叉则是捕螺的神迹 老师 笔架罗 笔架罗 对 这吃完肉然后放它 可以拿一下 架笔用 所以这个壳子我们吃完了之后 还得留着是吧 这个长相可爱的罗 叫做笔架罗 因为形似放毛笔的笔架而得名 清蒸后的笔架罗 拥有弹润脆嫩的口感 只要一口 罗肉的鲜香便在口香中散开 所以当地人又给笔架罗 取了一个新名字 一口鲜 收获了大青蟹和笔架罗 我们还捞到了贝壳 呈现黄褐色的木瓜罗 和大家畅游在海里 我真是越游越快乐 因为这里有太多 我从未见过的风景 不过我可不能开心过了头 因为那传说中会生气的鱼 还没被我找到呢 这就是咱们要找的一个能生气的鱼是吧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刺豚 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 当受到刺激的时候 就会把身体骨得圆圆的 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刺豚腹含胶原蛋白 当地人通常用它和大米粥一起熬制 极其鲜美 冬日里天气转凉 喝一碗刺豚粥更使身心舒畅 所以刺豚粥成为了穷海人 尤其钟爱的年味 而任大哥为了宴请师傅 特意把当地的刺豚粥加以改良 变成了一道用米粥做锅底 刺豚做涮菜的火锅 那么大米粥怎么能做成火锅底料呢 刺豚身上尖锐的刺 它又该怎么处理呢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啊 咱怎么处理这刺啊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 它呀不是一般能够才能拔下来的 特殊的工具 对 它是内刀刺 它嵌在自己肉里 对 嵌在肉里面 所以很难拔 镊子吗 不行 我不太知道了 就很神秘 我这感觉 就是它 呦 这是老虎钱吗 这是吧 对 是的 拔它 非它不可 别它不好使 非它不可 对 任哥告诉我说 在拔刺之前 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 要先将刺豚皮取下 再放入滚水中汤烫 才能更好的取刺 这个得烫多久呢 两到三分钟吧 三分钟 你看没有 它一下去 那皮就变硬 确实 皮会变硬 然后刺也会腻起来 大家看 现在它的锅里面 已经可以凹起来 是 三分钟后就变软了 又变软了 又变软了 这什么原理 它是胶纸嘛 然后它煮一会儿 通过加热 一会儿就变软了 软了就可以拔刺了 煮好了 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拔刺 找一个小技巧 你看一下 它拔的时候 要顺着肉 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对 转一下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对 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对 直接拿起来 大家看啊 这个真的 形状像个飞镖一样 是不是 我就拔会儿拔 来吧 这会儿交给你了 你干 对 就这么拔 好 拔 刺层的皮肤的皮负含胶原蛋白 吃起来弹牙 且富有营养 正如人哥所说 这老虎钱还真是拔刺屯刺的神器呀 不到十分钟 原本像刺猪一样的刺屯皮就变得软塌塌了 同时再把刺屯肉剁块 这刺屯皮和刺屯肉 都是接下来做菜的关键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康啊 红油啊 番茄什么的吗 咱们今天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吗 对 哪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呢 是的 用大米熬的白粥 做火锅的锅底 这我还真是没吃过 人哥在砂锅中热油炒姜丝 又加入了鸡汤 还要在浸泡一夜的大米中 添加少许花生油和盐 这样可以加速淀粉的护化 从而容易获得粘稠的米粥 将大米加入鸡汤中 大火煮沸 直到大米化成米浆 哇 人哥 熬的还真是白了 老师姐现在闻起来 这个米浆味非常浓 是啊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还不是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 这样子怎么打火锅吗 打不了火锅 是 我也觉得火锅这个太粘稠了 对 是的 那怎么弄呢 要把这个米粒给它过滤掉 过滤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这个糊涂是吧 汤水 我明白了 看没有 这种效果 其实就是米汤 对 米汤和鸡汤 就这样挤是吧 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 一个是让它这个米 碎了之后能够弄下去是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汁给它挤下去 对 是的 这个汁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火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师父 师父 炒饼满岁 谢谢 敬意益重 他们都曾经在大海上闯荡 在乘风破浪的日子里 绽放自己的青春 无论他们到达多远的海域 无论多久才能再次团聚 刺屯打边炉的味道 总会萦绕在嘴边 离开美丽的琼海市 我继续向海南岛的更南端出发 当我从高空俯瞰 碧蓝的大海映入眼帘时 我便来到了美丽的海南省灵水梨族自治县 这里拥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产 今天要出场的第一位海鲜明星啊 就是大龙虾 那当地人呢 为了吃到第一口鲜 还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捕虾技艺 而且他们用到的工具很特别 就是我手中那个泡毛用的绳子 哎 这绳子到底怎么捕虾呢 难道是这么用的吗 肯定不是 找一块去看看吧 铁板龙虾象征着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 是海南人年味餐桌上的重头菜 靠海吃海的海南人 熟练掌握着龙虾的做法 有些烹饪方式甚至闻所未闻 就连龙虾尿 竟然也成为了龙虾菜肴中提鲜的关键 充满智慧的当地渔民 还把拴毛的麻绳 创造性地用来捕海鲜 那么用麻绳又是如何捕海鲜的呢 想要揭开谜底 还需要找到一个人 天大哥 嗨 小三 我来找你了 今年47岁的灵东伟大哥 是一位广东大厨 他非常热衷于游泳和潜水 也因为这个特别的爱好 所以只要有时间 店里做菜用到的食材 都是由灵大哥亲手下海捕捞 春节前 灵大哥早早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今年对老海南人张亚青婆婆来说 意义非凡 因为儿子刚刚结婚 这也是来自东北的儿媳妇 在海南过的第一个年 婆婆特意委托灵师傅 为儿媳做一顿丰盛的 海南年味大餐 找你的时候 我把手给拿负 这下边我们偷这个石头 特别锋利 非常锋利 你看刚才我不小心 你看他脚都滑了 一定要继续安全 因为下面全是N条 非常锋利 在暗流涌动的海底 稳固的礁石 成了鱼虾贝类的避风港 吸附在礁石上的贝壳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锋利的韧口 这给赶海人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用麻烦来做鞋子 光是听着就够新奇了 很快 林大哥就麻利的 给自己做好了一只鞋子 有了麻绳鞋的加持 我可以放心大胆地 在海里迈开双脚 而我们要捕捞的大龙虾 就藏在附近 林大哥告诉我说 这一小片海域 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小型赞养池了 为了保证食客 吃到新鲜的龙虾 林大哥会把捕捞回来的龙虾 放在这片前海海域 进行赞养换杀 随吃随取 青龙 漂亮 青龙 青龙 哇大青龙嘛 周围也是葡萄 这有葡萄大 这还有葡萄大 我感受一下 这件它挠人吗这个 会会会 为什么 它会 它会扎人的 摸摸摸摸摸摸摸 这怎么 怎么这个龙虾 感觉跟个枝枢似的 它就是青龙 特别好趣 波纹龙虾 全身呈青绿色 所以又称小青龙 小青龙外壳薄 肉质软嫩爽甜 富含多种氨基酸 是当地人最青睐的 龙虾品种之一 在海南 黑胡椒 是龙虾的黄金搭档 龙虾肉 咸香辛辣 厚重浓郁 这种固定搭配 在当地流行 已超过了半个世纪 这龙虾怎么样 品质不错吧 就是有点太小 太小了 快吃到这颗也可 可能不能复过大难 林大哥告诉我 这么小的龙虾 可不符合 它这次的订单要求 它要更大的龙虾 大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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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虾 小心小心 大家看这个虾真的 大青龙 真的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的活的龙虾 太猛了 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的威武 而且这个虾子就得有50厘米长 而且可以看到它通体是 这个非常漂亮的花纹 青龙色的花纹 非常生满 你看 你看它有多重吗 多重吗 我估计最少有路线半 路线半到期间期间 我爸 让你摸一下 小心啊 它会找人啊 注意安全 好 挤着它 对对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个龙虾太棒了啊 哇 要抓住了 抓住了抓住了 哇哇哇哇 非常生猛啊 哇哇 咱俩人运气也太好了 真的费了好大劲 来来你拿着吧 我怕为什么疯跑了 好 林大哥告诉我 这么大的龙虾 他决定用铁板烧的方式 去烹饪龙虾 作为一种非常火热的烹调方式 铁板烧在我国南北地区 都广受欢迎 北方人习惯用滚烫的铁板 去炒饭 让白白胖胖的米饭 在蛋液中打个滚 在铁板之上 师父的手 灵活翻炒 米饭粒粒松散 金黄闪烁 而南方人则习惯用它 来制作铁板海鲜 用竹签穿起来的鱿鱼 在铁板上来回翻转烤制 再加上特制的调料 这样做成的鱿鱼 脆嫩爽口 香辣鲜美 回味无穷 就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了 那咱们处理这虾 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呢 将这个大青龙的尿液 给取出来 因为大青龙 它的尿液 是全身最鲜美的东西 排泄物是最新鲜的 是 确实是 这我不太敢相信 这一般这个排泄物 特别鲜强 捧着尾巴 最远的一捅下来 它就会出来了 吃起来这个感觉有点甜味在里边 对对 其实它是龙虾的血液 整个龙虾身上最鲜美 最鲜甜的东西 那为什么你要把它称为叫尿液呢 因为它在尾巴里出来 林大哥说 龙虾排尿的位置并不在尾部 而它现在用筷子戳开 流淌下来的 其实是体液和血液的混合物 那么这些混合物 又有什么妙用呢 咱们这个龙虾都已经剖开了 这个肉质看上去非常的鲜美 非常皮白 看上去有点透明 有点像果冻似的 那后边呢 咱这个是可以直接做铁板了吗 不 我们先蒸 蒸 蒸之前呢 我们先用三种最鲜美的鸡 这个是沙白 我们取出里面的鲜鸡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的龙虾血液 再加上我们的鸡汤 然后我们浇在上面 然后我们上去蒸 这个呢就是沙白贝 那当地的也叫海白贝 对对对对 这些海南商业这边的客厂 非常有名的 专门做汤的 专门炖汤 这边做汤呢 那东瓜海白汤 又称海南第一汤 海白贝又称为沙白贝 因为其鲜味出众 人们常常用它和冬瓜 豆腐一起做汤 林大哥跟我说 每一个海白贝都藏着一口鲜汁 而要用它与龙虾一起烹饪 必须将这一口鲜汁取出 将三种鲜汁与大龙虾一起清蒸 出蒸笼后的大龙虾就可以上铁板了 终于到了要铁板烧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 放到牛油 牛油牛油 这是蒸熟的龙虾 蒸熟的啊 现在我们先将这个鱼煎上 反过去就好 对 哎呦 这太香了 这看见 这是一种视觉 煎上 对 盛宴 对对对 哎呀 说实话它蒸的时候 我就看着就已经有点馋了 对对对 加了牛油之后 这个感觉就是真的 特别 这么多思星下 你也没来 你 зап怕 煎上 对 facil 干嘛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